你们这些小子乱 真是 天吾卢战飞 今天让你们一个也跑不掉 大哥 玄武这两天有点反常 是不是想起石玉清了 你说什么 他这两天天天拿着个发簪 不是想石玉清是想谁啊 坏了 今天是石玉清七七忌日 咱们怎么给忘了 快 去石玉清驾 拜 铃鸟 铃银 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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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啊 滚啊 宣武王 叫嚇死我了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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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iki 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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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上边有动静吗 大哥 黑狗子还没来呢 要不咱等会儿 这个黑狗子怎么还不来啊 我说 你们几个也是跑江湖的 应该讲点江湖道音吧 现在几点 本来就说好 好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上哪儿去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好多天没见到你 觉得这个心 就好像天上的风筝一样 忘了线 没招没劳 休走 年底下 快呀 快呀 开阵 吧 赵 你们三个 一会儿去对面守着 走 你们俩跟我走 走 妈的 日本人怎么来了 弟兄们 听我的 准备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 今天 今天是该给你送点东西的时候了 我才明白 原来我的心 一直都拴在你身上 你走了 我的心也跟着走 从前 大哥 二哥 三姐 是对我最好的呀 就像你家人 是现在 我再也感觉不到这种温暖 是现在 我再也感觉不到这种温暖 的 我和他跟我说 不让我能大头脑 我的心 城邦堂我进去 出来 小野俊夫的大合伤手 我演进去 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可那天 离开的那天 我就看着你直婷婷地倒下了 我竟然连你的手我都牵不到 他跟我说 要想不让一滴水干枯吗 你就让他入了大海 你走的这段时间 你走的这段时间 我经历了好多事 我才真正明白了这句话 我是不应该再这样 一意孤行下去了 可是今天 我还是来了 必须了 你走 这 走 我看看去 大哥 手中斩飞 他妈别让我再看你 快 送后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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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选我 你早就该死了 我 应该和时雨晴一块儿死 不过 今天让你死在这儿 也算成全 世情的傻瓜 临死还握着石雨晴的簪子 愚蠢的笨蛋 你 我是说我 斩子 没用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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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死 半口 鬼子 白虎 你干什么 这都是你们干的 白虎 我是看卢展飞 要跟你们找事 好心来告诉你们一声 你别不是好歹 刘虎 我来的时候 鬼子已经围上来了 赶快走 骗三岁小孩呢 他们就是卢展飞干的 你和卢展飞穿他们一条裤子 我会相信你 是玄武 卢展飞他真下得了手 白虎 赶老死回家 没想到 兄弟 大哥带你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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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蠢货 你才是蠢货 不过 渡边的死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 听跟渡边一起去的人回来说 明虎的手下玄武也死了 你以为一个换一个就没有吃亏吗 我们帝国军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不是用来和中国人拼命的 同归于尽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是 对不起 死了一个玄武 灵狐他就少了一份力量 要抓住这个机会 争取一举消灭灵狐 是 难道我就不能违赏你 你又偷笑了吗 哎 你个臭小子 这算人的 还是一位 多少钱是够啊 不够了都够了 不够了扮演示숫ски 这 percent人的 不够了 好 我 你个臭小子 拖到我头上来了是吧 找我来啊 犀牛还 二哥 你也算了 你看看 快点 快点 你这么安静点儿 你这么安静点儿 你 卢展飞 好什么好 吃枪药了 你 你跟我说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今天怎么回事啊 那是他们都疯了 我告诉你们 今天本组长心情不好 别招惹了 你别跟我装傻 玄武被鬼子杀了 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 什么 玄武 玄武他死了 日本人杀了他 和我有什么关系 赵康 其实玄武死了不是坏事 玄武他们就少了一个帮手 再说吧 玄武要是共产党 来 他将来投靠共产党 不是对我们最大的麻烦吗 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吗 你怎么能 闭嘴 陆展飞 你忘了 你亲口告诉过我们 现在已经是国破家王的时候了 我们马上就要成王国奴了 可你 我想着怎么去杀鬼子 天天就念叨着灭共产党 你是真分不清奶头青奶头重吗 我不管灵狐是不是共产党 我只知道他们是杀鬼子的好手 你现在和鬼子联手对付灵狐 就是诅咒为虐 就是汉奸 你才是汉奸 记住了王少康 老子就是要把杀共产党放在第一位 你听着 将来我不管跟谁合作 只要他灭共产党 老子就跟着他干 杀鬼子 那是灭了共产党之后的事情 你还别叫我汉奸 要是小鬼子能帮我灭了灵狐 老子就跟着他们干了 这么说 你现在真是汉奸了 陆战飞 对 卢组长 弟兄们都看不起你 王少康 组长 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闭嘴 你别在这儿瞎唱 不管我是跟着谁 都有你的饭吃 组长 你说的是人话吗 展长早就怀疑你私通鬼子了 让我盯着你 不相信 打死我也不相信 可是万万没想到 你还是真的敢了 陆战飞 你要敢当汉奸 我绝绕不了你 清平 别冲动 组长也许说的是气话 咱们听他解释 我也不相信 可是你也听到了 他说的是人话吗 别动 大哥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说什么呀 算我卢战飞瞎了眼 灵狐跟我过不去 卢宾月也跟我过不去 但是我没想到你们 周伟雄也怀疑我不相信我 你们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 凭什么 完了 看着过去咱们是弟兄 我不为难你们 但是 从今以后 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别动 别伤了兄弟最后的和气 专案过身去 你 往前走 走 继续往前走 清平 我闭了他 清平 陆展飞跑不了 你走 你走 安长 有什么事打个电话就行了 这么早 什么事啊 事关重大 玄武死了 什么 王少康来报 说昨天晚上好像是石玉清的什么忌日 玄武去祭奠 和埋伏的渡边阳同归于尽了 渡边阳 他怎么会知道玄武的行踪 据王少康说 应该和卢展飞有关 卢展飞 他是想借刀杀人吗 不 我派去监视他的亲笔证实了 他亲口承认说要和小鬼子合作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先不给他下结论 我已经让王少康去抓他了 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您还需要什么结论呢 难道您非要等他带着鬼子杀到我们头上来 您才相信吗 你们吓人了 我是卢展飞 你们组长 卢展飞 你这个小鬼子的走狗 赶快投降 站长也许还能免你一死 王少康 这个白眼狼 平常对击不保 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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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你觉得自己清白 你去跟站长解释 出来 王少康 你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 我现在就给你 我现在讲 喂 她只要你 是三岁小孩 我现在就给你 你 谢谢 我 你 我 你 我 不是 你 我 我 你 您还舍不得卢展飞啊 万一他走进崇光堂的门 就来不及了 徐孝晨让咱们吃的亏 还不够吗 站长 什么都不要说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赶快转移 免得被小鬼子 抄到被窝里 好 我已经搬家了 地点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看来站长对我 还是留着后手的 那卢展飞呢 他不会知道吧 应该是不知道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对了 尚风传来消息 说鬼子那个财富掠夺计划 名称叫做金百合计划 具体内容现在还无法搞到 但是可以判定 鬼子的这个掠夺计划 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 那个叫穿齐的人 最近好像又到上海来了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 搞到这个计划书 绝不能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 其他不说了 你赶快转移 我也走了 少康 你要让卢展飞跑了 咱们也就完了 你们两个带人到那边去找 只要卢展飞楼面 立体击比他 是 下一步怎么办 要不要问问站长 还问什么 当务之急 是得找个人给咱们想想法子 这样 你们继续找卢展飞 办完事 我去跟你们会合 你的意思是要去找罗小姐 不想让站长现在就回老家的话 按我说的做 走吧 说句话 站长 林太太 开车 把枪递过来 开车 去哪儿 少废话 让你开车就开车 具体到哪儿 具体到哪儿 等会儿我告诉你 开 去哪儿 去哪儿 共同 废话 神国 火 沙 大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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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小姐 我们没抓到罗展飞 让她跑了 她对你的路数太熟悉了 罗小姐 你这是 罗展飞劫持了战长 我怕来不及 本来打算亲自去找的 你来得正好 马上召集弟兄们 分头去找战长 是 在这荒娇野弟杀了我 请我选的地方不好吗 这地方清静 没人打扰我们说话 给你的新主子去献礼 你的心有点太着急了吧 看你是不愿给我 深渊的机会了 走 小康 是卢展飞干的 走 走 卢展飞 你都做出这种事来了 你还有什么冤屈的 畜生 什么 畜生 周伟兄 你这是在骂自己吗 我真没有想到 你会背叛我去投靠小鬼的 我周伟兄待你不薄 是 你周伟兄对我不薄 实在是对我太好了 好了 让我最信任的弟兄来盯着我 事实证明我没有安排错 错了 你太错了 告诉你周伟兄 天大地大 兄弟情最大 你恰恰不相信自己的兄弟 你不相信 我卢展飞是小型人 我卢展飞是好大喜功 争强好胜 可我就是容不加大灵狐 那是我相信我的兄弟 我对他们比对自己的好 你却做不到 你不相信对你忠心的人 你只相信 罗不悦的花言巧语表面共鸣 我卢展飞跟着你出生如此枪林淡云 我卢展飞跟着你出生如此枪林淡云 马首是人 竟然落到这样的地步 卢帝也跟我过不去 灵狐跟我过不去 灵狐跟我过不去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周伟雄 也跟我过不去 你愚蠢啊 愚蠢啊 愚蠢到家了 我蠢 我蠢 我亲自培养了你 我当然蠢 导致了这样 我就不从军营里把你带出来 别拿这些陈芝麻烂骨子跟我说事 好 说到报恩 说到栽培 好 那我就再报你一次栽培折磨吧 我告诉你 卢帝也跟灵狐的背景伸着 绝对不简单 跑不了是共赏这身份 你要吃亏的 你要吃大亏 够了 这话我耳朵都听说讲的来了 吃亏 我今天吃的是你的亏 周伟雄啊 我就知道你是死将 告诉你 灵狐我肯定要除了 你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我 卢展飞 离开你没活路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我警告你 别再逼我 我忠告你 你要离开我可以 不要去投奔小鬼子 徐小臣就是前车之箭 你说什么 我要不投靠日本人 你不杀我吗 好 告诉你的手下 撤销你的格杉 我就知道你办不到 好吧 我只能先下手 没强 转过身去 转过去 我不想看你的这张脸 作茧自负啊 陆展飞 帮了站长 你们三 Currently追 站长 我三个追 站长 王小姐 我正好要去找你 我 我都知道了 陆展飞这个败类 已经疯了 怎么了 今天早上 绑架了周伟雄 站长 我们来晚了 站长 是我们无能 让您受惊了 别废话了 赶紧快去 全力抓捕陆展飞 绝不能放过他 站长您放心 我们会进行的 您就先安心养伤吧 现在最主要的要杀掉他 他知道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快去 是 是 真的 是 至少我们安插在中国人帮会里的眼线 是这么说的 太好了 中国人的内部终于又出现问题了 这是我们不能错过的良机呀 这个陆展飞 以前对我们造成的危害太大了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除掉他 废物 笨蛋 你只想着杀杀杀 你是杀红眼了 这个陆展飞比徐孝辰重要得多 他更接近上海战的核心 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通过他去除掉上海战 明白吗 明白 那就赶紧去办吧 想你一切办法 无论如何 要把陆展飞活着给我带回来 是 川奇已经回来了 是啊 好 但那个金白河计划 比咱们也应该不用 陆展飞的事情也得抓紧解决 他毕竟掌握了太多的秘密 我已经把王少康他们都派出去了 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如果陆展飞真的和小鬼子走到一起 他的危害就太大了 这个陆展飞啊 我绝饶不了他 你先安顿好玄武吧 我知道 玄武这一走 对你们的打击很大 我心里也不好受 别太难过了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咱们去做呢 我没事 玄武不是第一个这样离开我的兄弟了 当年青龙 罗小姐 已加入共产党多长时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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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